变调夹 欢迎来到E大调这个单元的第七节课 在A大调的课程中 我们曾经介绍过 变调夹这个小配件 今天这节课的练习曲 仍然要使用这个配件来进行练习 不过要换一种玩法 今天这节课 我们要把变调夹 夹在 第四品 但是只夹六弦到二弦 一弦不要夹到 一弦让它保持开放弦 好 请先听我的演奏示范 再听练习讲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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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曲子我们将分成三段来进行讲解 第一段是从第一小节到第八小节 我们先看第一小节 第一小节有两行乐谱 下面这一行音符比较大颗的这一行 是按照正常的识谱习惯去演奏 比如说第一小节 如果我们不夹变调夹弹出来是这样子 好 那上面这一行是指 当你夹了变调夹 而且是按照之前说的 只夹六弦到二弦 一弦不夹 这样的方式之后 你再来演奏 演奏出的实际音高 好 所以当我们不夹变调夹的时候 按照正常的习惯弹 好 弹出来的是 高音是 E C La C E C 当你按照 普面上的要求 这样去使用变调夹 演奏出来的实际音高是 E C La C E C La C E C La C La C E C La C La C La C 那 这种玩法呢 对于有绝对音感的人来说 耳朵会特别难受 因为五线谱本来记录的是实际音高 但是当我们使用变调夹这样来演奏的时候 五线谱的功能就不是记录实际音高了 它就变成是一种 指法上的提示 你也可以把五线谱当作一种指法谱 它跟六线谱的功能比较类似 只不过我们是按照 原来正常的适谱习惯去分配手指 我们先不夹 各位听一下 我也建议大家在练习时 你可以先不要夹 你在正常的把握下 去熟悉一下左右手指法 然后熟练之后 再夹便要夹 第一段 第三小节 第三小节 第五小节 低音要弹六弦五弦四弦 配合高音的分解和弦 一七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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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了以后 听起来是这样 听起来是这样 十二小节 十二小节 十一小节 上面有个罗马数字第一把位上的提示 按照正常的习惯 我们是这样弹的 然后到了十二小节 十二小节 有个第三把位的提示 有个第三把位的提示 罗马数字第三把位 那这个把位的指法 对于左手来说 就是同样的指行 左手的按法 往下推两格 或者说推两平 再看一次 十一小节 往下推两平 到第三把位来 所以三指按的是五弦上 我们平时习惯的R 等音高 然后二指按的是 三弦的C跟二弦的C 等音高 然后四指按的是 四弦上的C跟三弦的C 空弦等音高 当我们夹了变调夹之后 听起来是这样子 一样 把这个指法 和弦按法 往下移动两平 还需要反复 这是第二段 第三段 我们把重点放在 六弦和五弦的三度音程上面 当然我说的是 普面上我们正常食谱的习惯 我们看到第三段的第一小节 也就是十三小节 这边有一个 A D 一个三度音程 A在六弦的五平 D 在五弦的三平 后面上还有 罗马数字第三把位的提示 然后低音是 A Do Re 然后 在六弦和五弦上面 这个三度音程 A D 往下移变成 C Re 这时候你的手在第五把位 C 在 六弦七平 Re 五弦五平 C Re 再往下移变成 Do E 再往下移变成 这个说在 第七把位上 Do Mi 再加上 四弦的Re 低音好像在弹分解一样 好了 到第十九小节 Do Mi 再往下移变成 Re 跟 C Re C Re OK 当我们夹上 变调夹之后 还是按照 这样的执法习惯来演奏 但是 基音高已经不是这些音了 好 这个是第三 第三把位 听起来是这样 十三小节 十五小节 然后 十七小节 十九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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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是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高音的分解 要反复一遍 反复到第十八小节 要反复一遍 然后再加上高音的分解 第二个小节 直接跳到二房 就是我们看到在上一节课中又出现的记号 dcdaka bo 重头再来 然后弹到12小节的coda 结束 最后结束是 在最后一小节 在这里 这个是什么调的音乐呢? 如果没有夹 按照正常的指法弹 它是A小调 夹到第四频以后 这实际音高 是四个升级号的调 但是不是一大调 而是升C小调 关于升C小调 我们后面会再解释 所以各位只要记住 夹上去之后 仍然是四个升级号的调 好的,请各位请加练习 结合上一节课讲的特殊调弦 以及这一节课讲的 变调夹的一种特殊使用的方法 那会延伸出一个问题 就是五线谱对于吉他来说 是不是永远只承担着 记录实际音高的功能呢? 答案是否定的 在古典吉他的名曲中 有一首曲目叫做科雍巴巴 这是德国的音乐家 多米尼卡尼在土耳其工作期间 受到土耳其的音乐 所激发灵感而创作的一首经典名曲 科雍巴巴的意思就是牧羊人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他的谱力 这首乐曲呢 我们要进行大幅度的特殊调弦 从正常的六弦到一弦是 米拉瑞锁CB 要把它调成 瑞拉瑞拉瑞法 那大幅度的特殊调弦之后 对于我们要找到 平时习惯的音高 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这个谱力就提供了 两行 我们是根据下面这一行 按照正常的示奏习惯 来演奏 但其实演奏出来的实际音高 是第一行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可以这么理解 第一行记录的是实际音高 而第二行记录的就是指法 就像我们今天这节课的普利一样 我们是按照平时示奏的习惯来演奏 但其实发出的实际音高 是另外一行负了 那么这节课就请大家欣赏 菲利宾吉他演奏家 约瑟夫先生演奏的柯庸巴巴第一乐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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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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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